大家好啊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的15点35分 2020年的12月8号周二啊 现在有一些重大消息啊 跟大家说一下哈 重大的政策信息 新成立的央企叫中国融通公司 融啊融汇贯通融通公司 将全面接管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军产用房和商业用房 都是军队的啊 其中包括营区内住房和干修所住房 因此军队干修所部分住房的置换工作 将陆续在北京各地展开 目前北京塔院甲一号海淀区啊塔院 就是这个牡丹园环岛往北啊 这个北一三院啊 花园北路这一带啊 塔院甲一号的干修所 也叫做二十八所 已经开始对部分二代家庭 均二代啊 二代家庭叫双王户 就是当初分房是给你爹分的 或者也有可能是你妈 百分之百是百分之九十九是他爸 然后呢 老头一般老头是吧 军官嘛啊 尤其高干都娶着小媳妇啊 老头先死 然后老太太随后也去世了 这个叫双王户 一般来说老头死了 老太太可以住到他死 但是儿女理论上是不能再住的 根据以前的政策啊 这种双王户进行登记 并征求意见啊 据悉啊 有关部门已经在海淀区西北望 西北望啊 就是上帝 再往西往北 快到山根了啊 快到凤凰岭那边了啊 这个温泉啊 温泉 这个附近啊 大规模的建设干修所 周转安置用房 看来大规模的要给这帮人都轰走了 往远处轰啊 建成后 住在北京市军队干修所的部分二代们 将从原干修所迁移或搬离 并按照军队的有关政策和规定 住进符合自己标准和条件的商品房 这是第一条啊 第二条这个对于部分已经购买了干修所住房 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的二代们 就这些啊 军队的孩子们啊 将按照原价格退回购房款 这够黑的啊 那同地段的房子早就涨了十倍以上了 如果他买的早啊 十倍八倍肯定是有了 并置换到新房里去 全给这帮人轰走 全轰走啊 这个干修所 第三部分住房置换后 将由中国融通公司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 毕竟很多干修所占据了全国啊 不限于北京各大城市的核心地段和优质资源 有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潜力和价值 对此大家不必大惊小怪 惊慌失措 如果通过置换 能将住了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旧房子 换成新房子 倒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大好事 但是你的地段可就远了去了啊 你再在城里边买东西啊 购物啊 会个朋友啊 去个医院上个学呀 可就没这么方便了啊 同时也一次性解决了干修所房子属于军产 不能像商品房那样 享有继承过户转让租赁和买卖权利的问题 这是个大消息啊 这之前这个干修所在北京啊 我了解的北京就占了很多都是好地段啊 北京的干修所我的客户可不少 我想想至少有十个以上的干修所 像海淀区卫工村的总政卫工村干修所 像这个海淀区五孔桥的二炮干修所 像这个定会寺的空军干修所 像这个海淀区永定路的国防大学干修所 还有这个总参谋部的这个田村山后街干修所 还有这个翠微路南边的挨着海军大院的那个总参北京第一干修所 还有空军的丰台区的南园啊 东高地干修所啊 我想想还有哪儿 好多干修所原来都是我的客户啊 总政原来有一个专门干修所的管理处 离退休管理处专门管各干修所的啊 那个地儿那个街我现在那个名字我现在忘掉了 不叫普惠里 叫什么就在北京铁路局 铁道部铁路局 还有中联部 他们在马路南西长安街马路北 这个军事博物馆往东啊 军事博物馆往东不是那个八一大楼吗 军委办公大楼是我的客户 再往东那一片 然后北边是水科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那一片也都是总政的 还有一个总政管那些老干们的 好像在这个白石桥也有 北京的军队大院几乎我全知道 在哪儿啊 有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的客户 不是我客户的 那里边也有我的同学啊 有我的朋友啊 我也都熟啊 这个我就能当一个合格的啊 一个向导啊 一个邮递员啊 我要送信绝对送不错 这个中国融通公司可不是个一般的公司啊 真的 他可不是一般的 这之前这个军队的土地啊 这个住房啊 住房还没有 就土地 闲置土地要卖 这中间能挣很多很多钱 这个各大军区司令 包括古俊山啊 也可能有郭伯雄 徐才厚 从这里边都发了大财了 我们现在给大家查一下中国融通啊 这个昨天我都查过了啊 这个融通公司可厉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融通 这也是一个大央企 看见了吗 新央企地产巨头 中国融通诞生背后 盘活军队资产资源 这个今年的3月31日 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 发布公告显示 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列入国资委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企业名单 就是完全的国家出钱 政府出钱 中国融通在国资委披露的 央企名录中排名第十 主要包括他的营业范围 房地产农业酒店及旅游业 商业服务等 十多个领域 是19年去年7月成立筹备组 由中国兵器工业 听见了吗 兵器工业 集团原董事长温刚任党委书记 董事长 中国城通原董事长马正武任总经理 此外中建 中建总司 就前一段那个有人跳楼 那个姓陈的那哥们跳楼 那个啊 中建啊 不对 那是中铁建 中建那个董事长叫关庆 前一段得癌症死了才50多 据说是华春颖 外交部发言人的老公啊 中建 中梁 中化 中航工业等央企 也将各派驻一人 出任分管副总 中国融通经营 解放军移交的全国范围内 所有的经营性资产 及物业和农场等 把军队的非军事的 其他用途的资产 基本都剥离给他了 因其手中掌握大量地产资源 被称为继中国铁路总公司后 资产最大的央企 然后这上面还说中野集团 并入中国武矿了 中野和武矿 原来都是我客户啊 神华集团 国电公司 都原来是我客户 这公司有背景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公司啊 中国融通原来有个名字 好像叫军产善后组 还是叫军产清算组啊 有这么一个名字 就专门负责清清理这个军队资产的 主要是土地房屋这些东西 包括一些酒店呀 招待所呀 早就说清 一直清不了那么容易的 清不了那么清楚的 军产筹备组 去年成立筹备组 叫军产筹备组 大家就明白了吧 这个背景可不简单啊 但是现在要把这个市中心的地段 都给腾退出来 把这些军二代都给轰到西北望 东北望那些偏僻的地儿 这难度也挺大的 之前军队的房子清理过很多次了 甚至也爆发过一些肢体冲突 暴力冲突 这个像那个丰台区六里墙的 那个总政干修所 把那些人轰走 确实按照规定 他们不应该住那儿了 但是他们也不想走 也爆发过冲突 看看吧 我们拭目以待吧 有时间啊 关于中国融通 我再专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谢谢大家 Muchas Gracias Amigo Amiga